我们强柱法师就要在 仙脚台湾途中看到这些小生命 不管是途中还是有一些小狗 甚至一些小小的这些鸟儿 甚至更小的恐怖们 他们都品质了这一份不怀 让人感动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持戒严谨 戒斥在之身守护着我们 感恩 感恩佛 我们可以从印度的电视剧里面来学习 学习佛 不断地透过日常生活 以佛陀的行义 让我们其中递之 都有一些基本的标准模式 现在我们有看到一只鸟儿胡上 在这附近 我们为这些菩萨鸟们同身开口十年放光 纳梦阿弥陀佛 所有的万星万灵都有它的生命 这些的奇迹都是人类去创造 只有大爱无国见 慈悲的佛法 学智的佛法 感恩